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展产物和旅游胜地 相比著名的珠江三角株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 还有一个铁三角早就悄悄地应运而生 就比如说今天小编要介绍的这三个省份 它们被称为中国的新铁三角 而且全都是我国的旅游大省 小伙伴们知道这是哪三个省份了吗 这三个省份就是云南省 贵州省 以及四川省 它们平时借着独特的地流环境和人文风情 成为了很多旅游爱好者的首选目的地 云南最近这几年不仅经济发展得非常的好 而且境内的旅游资源也非常的丰富 像是丽江古镇 大理 石林等等 这些景区以独特的景色 吸引着很多国内外的游客前去旅游 而贵州都以大山为主 在贵州境内虽然山多 但是这个省份的交通一点也不差 而且贵州还是我国西南地区交通的枢纽城市 然后就是位于西南地区内陆的四川省了 四川省的走面皆为48万平方千米 而到四川小伙伴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四川火锅 因为四川火锅是每一个四川人都抵挡不了的美食 同时四川和贵州一个是山一个是水 而且云贵川他们之间的交流和贸易往来还是很密切的 而且吃的口味都是多以辣为主 同时他们之间的交通设施也都非常的完善 所以这也给很多旅游爱好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怎么样小伙伴们对于这三个省份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